今天是2024年10月18日星期五 我们继续学习《从容暗路》第91则 男犬牡丹 世众 养山以梦中为时 男犬只绝处为序 养山他做梦 遇到弥勒菩萨 他傻兮兮的到处照样 觉得自己牛逼 觉得就是真事 男犬清天百日的 看到庭前的牡丹 他觉得是假的 若知觉梦缘无 死性虚实绝待 如果你知道觉悟和梦幻 本来都是没有的 就会知道 根本不存在虚实的二元对立 且到诗人 俱什么眼 大家说说 这样看问题的人 他就有什么样的眼睛 举于南泉因路耿大夫云 造法师野胜奇特 也是辽东白石 这则公案 大家可以参考 毕业路第四十则 南泉指花 陆耿说 深造法师说话太奇怪了 万松老人说 辽东白石 就是少见多怪 辽东白石 出自汉朱福 他的与蓬宠书 而百通之法 以为功高天下 往实 辽东有始 有猪 生子白头 亦而献之 行至河东 见群始洁白 怀燦而还 若一子之功 论于朝廷 这位辽东 实也 辽东有个人的母猪 生了一个白头的猪仔 他以为很吉祥 很少见 要献给朝廷 到了河东 看到河东的猪 全部都是白的 他满怀 修长地回去了 辽东白石的北义 是说 有的人没有自知之明 自命不凡 实际上则是 幽庸碌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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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夫 诗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 隔壁过状 南前普苑 城市指着庭前的牡丹说 我们这些人看到这朵花就像在梦中看到的一样 万聪老人说 在隔壁房间地上坠壮地交或者说地上树壮 这个房间的人听到了必定胆怯 他听到了隔壁房间地上树壮 他肯定是害怕了 隔壁过状 诗人 唐露梗至锦山无惧与人 官至宣社观察史加御史大夫 这应该是很大的官 是唐上的 露梗是唐上的达官 显贵 驾照人争先恐后霸解的对象 但是在公案里又要贬低这些大官 达官权贵 为了凸显出家人的高贵和出名智慧 先贬低他 初问男权 弟子贫足养额 贱大 出贫不得 如今不得损贫 不得悔额 和尚如何处得 男权赵月 大夫 耿硬诺 全云出野 这个公案很有名 不用解释了 初贫中额 贫中额的公案 露梗 从此解悟 流行理性 游泳造论 露梗因此开悟 从此就喜欢作烟佛理 平时一心琢磨佛教哲学理论 研究造论 这些遍录里面也有 至涅槃无名论 第七 妙存篇 玄道在于妙物 妙物在于吉真 吉真则有无其官 其官则比己莫二 所以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一体 同我则非父有无 义我则关于会通 所以不出不在 而道存乎其皆已 跟陆耿 举此两句以为奇特 他举的就是万物与我一体 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一体 举这两句 他读到生造的涅槃无名论 看到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一体 就感觉非常奇特 这句话就是画用庄子里面的 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唯一 这是生造习稿 习出来了 殊不止正是说梦 他不知道这些哲学理论都是痴人说梦 圣人大小石头和尚 应看赵论 自通古第十七篇 夫智人空都无相 而万物无非我赵 惠万物为己者 其为圣人弧 获人勿道 乃云圣人无己 弥所不己 便作参同器 石头西间和尚 他也喜欢阅读赵论 他因为阅读赵论开悟了 最后写了参同器 赵论太厉害了 禅宗非常推崇赵论 佛果道 陆耿那么问奇者圣奇 只是不出教义 陆耿有这样的问题 虽然他自己觉得很奇怪 但是还是没有超过荆教的范围 这是原物克勤 佛果原物克勤说的 这些都是编路的内容 原文照照过来的 落到教义是急着 世尊何故更连花 祖师何故更袭来 如果你们认为 经教把最究竟的道理都说清楚了 为什么佛陀还要连花微笑呢 为什么菩提拉摩还要牵那条条从印度跑过来呢 南全打出 用纳生巴比 与他粘病 破他磕枯 南全普原测词的回答是根据禅宗圣人的本分是 指出路耿参成的弊病所在 打破他的妄想苛咎 遂指亭前花 遭大浮云 识人见此一株花 如梦相似 于是南全普原测词 指着亭前的一朵花 对路耿说 我们这些人看这朵花就跟做梦没有任何区别 如以向万丈悬崖上打一推 令他命更多 若只在平地上推倒 弥勒佛下神也未会在 这样做 就相当于把一个人带到万丈石渊上 把他推下去 摔死 斩断他的命更 如果你在平地上推倒他 即使等到弥勒佛下神 他也死不了 也就是说他也没办法开悟 这些都是遍路里的内容 有一点点不同 在这里是 也未解命断 命更断 在遍路里面是命更断 不一样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原同善国师 树起辅之云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原同广善城市 开始完这则公案之后 树起鸡马胆子 说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天同只教梦中 遍起华须国土 根据远古的传说 三皇时期 有一个地方叫做华须国 华须国就是半人半神的国度 是中国人的伊甸园 火车证券则通过寄送 在梦中变换出这样的伊甸园 送 造册梨围 造化根 行道 水 雄 醋 坐看云起石 这是完为的诗句 观众老人很喜欢这句 离和围都是深造保障论中的概念 造册梨围 从字面上看 离的意思是分离 围的意思是微小或者极其微妙 这些术语可以理解为 如果我们从现象世界中分离出来 进入内在世界 这只叫离 当我们从内心世界出来时 那就被称为 离微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 行道 水穷处 坐看云起石 这是万松老人的卓语 出自唐代王为的重南别业 意思是所到人们走到水源穷尽的地方 就坐下来观看云生云起的景象 纷纷出没见其门 坐看云起石 出微之门 陆离之门 一切现象都是在离微之门中出没 这些都是深造创造的概念 万松老人说 我们好好坐下来观察这些设法和民法的生命吧 游神节外 问何有 心外无法 我们超越城市 在所有世界之外遥游 还能看到什么呢 万松老人说 心外无法 左眼生前之妙存 满目青山 当我们面对当前的现象 知道真空不爱妙有 当前还是神罗万象 并不是彻底的必进空 万松老人说 睁开眼睛 对面青山绵延 触目皆是菩提 虎笑笑 虎笑笑 炎吹作 弃火和炎得 弃火 老虎笑笑笑 炎吹发出回声 万松老人说 你去做木取火 火和炎一起都产生了 或者是 你去向别人乞讨火 火把 火种 火上面也会带烟 龙云染染冻云昏 挑拳带月归 龙也在生云 也在叫 山洞里布满 昏沉沉的云朵 万松老人说 在泉水里挑水 在泉眼里挑水 在月光下归来 南泉点破十人梦 才好岁雨 南泉才是点破路给和其他人的梦境 万松老人说 梦境被点破了 才好继续所梦化 那要使堂堂补处尊 补处尊就是弥勒佛 四处是慈世 也就是弥勒佛 这样我们就能认识到自己就是未来的佛陀 万松老人说 弥勒菩萨现在就降生了 四处是弥勒 四处是慈世 诗明 造工 保障论 离为体妙品 其出为其入离 知入离 外乘无所违 知出为内心无所违 内心无所违 诸见不能移 外乘无所违 万有不能积 寄送礼提到 造册 离为 造化梗 万松老人指出 这两个概念处置保障论 处置深造的保障论 天同 宋南全 造册 离为 造化梗 纷纷出入 见其门 寄送的前两句 是红字正决成是宋南全的 是红字正决赞颂赞颂南全的 说我南全能够动策全庙 动策造化的根源 看到明法和设法的生命 出入不停 见 出微 入离二门 指一门分其内外 七十十方无必落四面于五门 离为 看似两个门 实际上只是一个门 它分为内外两个部分而已 旧席根源 十个方向都没有墙壁 东南西北十个方向也没有门 一切无碍 游省 节外 问何有 天地同根也 我们超越城市 在所有的世界之外 遨游 还能看到什么呢 天地都是同根的 着眼生前之妙存 万物一体也 我们面对当前的现象 知道真空不爱 妙有 当前还是万象生罗 万物都是一体的 天地同根也 万物一体也 生造的话 根之余体 能生天地万物 天地之根万物之体 最后创成了天地万物 废话 这些都是屁话 从哲学来讲 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philosophical nonsense nonsense 废话 如龙饮雾起 火笑风声 有感必应 就像龙一身影 就产生了雾 老虎一吼叫 就产生了风 这些都是感应 所以 庭前一株花 遍见普天春花 通过庭前的一株花 你就一下子看到了全世界的春花 这就是威廉·布莱克的诗句 诗歌意境 透过一粒沙子 可以看到整个世界 在一朵花中 可以看到整个天堂 江湖穷握在掌骨之中 江湖穷握在手掌之中 一个瞬间 其次刹那 其次永恒 一个瞬间 就是永恒 万聪说个梦 先有不睡的人 次有睡 我在这里谈梦 必须有一个醒过来的人才能谈梦 在那谈梦 睡梦中的 才能谈睡中的梦 因睡不觉有梦 因梦见静 因静见别有一生 静中分别受用 在梦中才能看到 不会觉得在做梦 在梦中才能看到种种境界 因为这些境界 你知道还有另外一个身体 在这些境界中 具有各种感受 静中分别受用 因静见别有一生 若时常不睡的人 许多葛藤一笔俱下 如果你们能够识别永远不曾睡掉的那个人 就会一下子剿灭所有的葛藤 不用再讲这些公案 不用讲废话了 不用讲 这么多废话了 要知补促持尊吗 你们想要知道那个将来成为 成为佛的人吗 想知道当下 当来下神弥勒佛吗 此时若不救根源 自带当来问弥勒 如果你们在当下无法提救根源 那就慢慢等 等到弥勒佛下神了 你们再去请教弥勒菩萨 再去请教弥勒佛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这是崇荣安禄第九十一则 南拳牡丹